上回书说道 庆都和地库定下计策 自己给自己泼脏水 给大家造成一个夫妻不和 庆都失宠 赌气 偷回娘家的感觉 其实庆都带着盘户后裔 大郎二虎 柳绿 坤侯等人 乘战车离开博都 往北方而去 临走之前地库给她一道秘纸 怎么写的 先保密后文自有交代 那位说女丑呢 女丑啊不见了 自打那天请女丑参加会议 女丑没参加 会后再去寻找她 人没了 哪去了都不知道 也有人说这是女丑 听说公公叫地库拿她的脑袋 交换孩子 老家伙害怕了逃跑了 但更多的人不相信女丑会这么做 总之哪去了不知道 庆都更着急 怕老师出什么意外 派人寻找 一有消息 立刻给自己送信 把家安置好了 就出发了 一路无疏 这天庆都就回到了家乡 孤山 一旗部 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望都县 哎呀可算到家了 到这看啥都亲切啊 家乡青山绿水 别有一番滋味 一气吼一场如 听说女儿回来了 又惊又喜 带着夫人素女和族人迎接出来 再看庆都小时候的朋友 搞妇 三丫 阿坤 四柱 也在人群当中高兴坏了 一别两三年不见呢 本打算好好热闹热闹 叙叙旧情 但一得知情况 大家都傻了 一昌如说什么 我外孙子被 康修那个老小子抓走了 哎呦 这小子真是活腻歪了 青都啊 我立刻通知周围部落 现在咱们北方联盟实力 比两年前强大多了 不怕他共攻 咱们兵发幽州 不把我外孙救出来 我就和他玉石俱焚 对和他们拼了 一旗部 陈锋部 两部的人都义愤天鹰 青都说 慢着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 营救我的孩子 放熏 不过 我有我的打算 你们都得听我的 我不下令 不可轻易言战 行 听你的 青都 暂时住在 一旗部 劫下来几天 不干别的 一方面调集军队 一方面派人 四处散步 庆都获罪 庆都获罪 放熏 被逐出 博都的信息 说白了吧 就是啊 帝库生气了 庆都被贬 放熏也不要了 过去信息传得慢呢 从博都 传到幽州 那得多长时间呢 但是一旗部 离幽州近呢 就这样 他住了一个月 取指算了算 离两个月的期限 差不多了 单说这一天 一切俱备 庆都带领 北方联盟的 七十辆战车 两千多人 浩浩荡荡 赶奔幽州 同时派使臣 到幽州 进康霄 告诉他 一旗部庆都要求 和康霄 进行谈判 康霄要谈 他就来 要不谈 孩子 你随便 庆都也不来了 你看 就这一将军 便被动为主动 但是背后是咬着牙 冒着亲子 牺牲的剧痛啊 果然 幽州来信了 说愿意 与庆都见面谈谈 这时 庆都的人马 已经来到 幽州郊外 离城 三里地 安营扎寨 大军安排好了 再判使臣进幽州 与康霄约好 明日晨时 在幽州城外 会谈 使臣答应 说那边同意了 但说第二天 庆都和他父亲 依常如早遭用巴 战犯 同坐一辆马车 车前是后翼 车后是盘户 两云部将保护着 左右两辆车 分别是 搞父 宽侯 什么大郎 二虎 阿坤 四柱等将领 有的乘车 有的不行 仅仅跟随来到 幽州城下 幽州原来没有城 后来专须流放 贡公到此 贡公日益强大 突袭了监视自己的 尘封部 闹起了独立后 康霄这才抓来奴隶 给自己修建了 这座幽州城 虽然比不上博都城 但也非常坚固和雄伟 城楼上挑着大旗 上边画着贡公部的图腾 就是青牛 旗下站着不少的兵将 一个个张弓搭建 严阵以待 此时青都带人 在城下 裂开了队伍 稍微等了一阵 就听里边牛角号响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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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直牛牛牛牛牛 城门大开 从里边跑出一队人马 在城外刷哪 二龙出水分裂两旁 紧跟着咕噜咕噜呐 驾驾驾 呛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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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城里又驾出十多辆战车 跑在队伍前头排列开来 说到这我解释一句 那这别看有马 但是可没有骑马打仗的 有马是拉着车 将士们是站在车上打仗 书归原文 只见共工部中间有两辆战车 车上站着两个人 清都跟他们离一见多地 看得很清楚 这两个人认识 都是康萧手下的人 一个是大将军向遥 一个是从博都跑了的 共工大巫师土星 清都吩咐 把自己的战车往前又挪了挪 到了双方能方便说话的距离 清都一指 对面可是共工部大将军 向遥和大巫师土星吗 土星晃晃脑袋撇着嘴 睁周一只眼 不错 清都啊 咱们又见面了 不过这次见面 可不是在孤山 也不是在博都 而是到了我们的幽州 不知面对此情此景 三妃娘娘 有何感想啊 啊哈哈哈哈 清都微微一笑 这还不都拜你们所赐 劫去我的儿子 以此来威胁我这个做母亲的 怎么能不来呢 啊 为孩子来的 谁让你的儿子长得那么可爱呢 你别说 你别说 呆在幽州这些日子 连老夫都喜欢上放寻这个孩子了 我真不愿意他受到任何伤害 大法师 土星 这些废话咱们少说 我今天来是跟共工部的康潇谈谈 请他出来 大将军向遥亨利声 族长 依然是你说见就见的 嗯 清都呱哒把脸就撂下了 昨天我专门派使臣给你们送信 回来告诉我 康潇同意今日相见呢 怎么 康潇说见又不见 这岂不是扬而无信 要这样 怎么能让我相信你们呢 嘿嘿嘿 清都 你孩子在我们手里 遥不得你不信 清都说 你们不讲理 我就不能答应你们条件 不谈判 我走 你敢 你动一下 我就把你的儿子 从城上扔下去 说着 有人往城头一指 城上立刻传来孩子的哭声 娘娘 啊 清都听见那熟悉 却又久违的孩子哭声 他的心呢 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的钻住一样 抬头往城上一看 哎呀 只见城上有个飙行大汉的怀里抱着儿子 虽然离得远 当母亲能认不出孩子吗 正是放熏 在那个人的怀里挣扎 撕心裂肺的哭声 像刀子一样扎在清都的心上 他的眼泪 刷就出来了 老头子 一肠如更受不了了 放熏 我的好孙子 你们这些畜生快把我外孙交出来 他又有半点损伤 我和你们拼了 向遥一阵狂笑啊 老东西 哈哈哈哈 你吓唬谁呢 清都 你走啊 你只要车子动一动 瞧见没有 城上人就把你儿子从城上扔下来 这么高 你说能不能摔死 或许摔个半死不活 要不就试试 你说他多可恶吧 一肠如气的想骂 清都伸手啪 把父亲的手脖子抓住了 爹 说好的 一切听我的 闺女啊 万一他们真的 我说了 万一那样 就是放熏的命 没办法 现在只能跟他们赌一赌 要是被他们牵住鼻子呢 放熏才危险 听我的 好好 再看清都被眼睛眨了眨 向遥 土星 你们听着 刚才我说了 你们这个态度 我们不谈了 你们爱怎么样 那就怎么样 告辞 走 清都果断干脆的说个走字 车扶一雪马 咕噜噜噜噜噜 车就往后拽悠 这时你再看清都 脸都变形了 面部肌肉秃秃之跳 浑身颤抖 他抓着父亲那只手紧紧了钻的指甲 都抠进了父亲的肉里了 为什么 老头的知道 闺女此时 她的心更疼 她的心在滴血呀 是让哪个母亲 面对自己的孩子 将要被摔死 而还能假装 无动于衷呢 这种理性和感性的交锋 智慧和本能的对决 无论如何 都是一位母亲生命之中 难以承受之重 啊 向遥一看 清都居然没被自己的恐吓所吓住 他急了 清都 你要走的话 孩子可就没了 清都不理他 车子继续在动 因为清都知道 现在是在较量耐力 他们想杀孩子 刚才自己一转身 还就没命了 既然他们还在威胁 说明他开始向自己妥协了 向遥一看 好啊 清都 你以为我不敢 说着他冲着城上一挥手 那样的大汉看到了 抱着小放薰 消失了 这是土星赶紧冲着清都喊 哎 三贼娘娘留步 我说句话 我有下情告知 呀 清都一听 这颗心才 扑通 掉到了本该 待着的地方 刚才去哪儿了 心都跑到嗓子眼儿呢了 这时他才发现 刚才紧张的已经把父亲的手臂 抓出血了 爹 没事没事 他们喊话呢 我知道了 把车头又转了回来 清都说 土星 你有什么话要说 清都 哈哈 够狠的呀 我觉得我算世上比较狠的人 没想到你比我更狠 清都说 少说废话 有什么话赶紧说 还是那句话 愿谈怎么谈 不愿谈 我就走 别走 别走 哎呀 这个小女人真厉害 有定力呀 清都 你别着急 原本我家组长亲自跟你谈 可是昨晚 偶感风寒病倒了 身体不爽 故此今天不能到来 不过 他命我前来跟你相谈 他说了 我可以全权代表他 决定一切 不信 你可以问问大将军呢 向遥把嘴一撇 没错 大法师就是我们组长的代表 有什么话 尽可以谈 他能做辱 那好 我们把话说好了 我不希望在谈的过程中 你对我说要请示组长康肖的话 嘿 土星一听 这丫头真厉害 一下子把我摁到了最终谈判者的位置 好 好 说吧 一句话 你们打算怎样才能把孩子还给我呢 哎 青都娘娘 我们不是有三个条件说得很清楚吗 一 交给我女丑那个老皮肤的人头 二 交出尘封战车的仕途 三 按先生所说的 如数交出书金 三个条件完成了 你儿子 我们会完整无损的奉上 庆都冷笑一声 你们期望太高了 放心是我儿子 对于我来说 那是无价之宝 你们拿他威胁我可以要什么 我都可以尽我所能达到你们要求 可是 你们现在所提的条件 是华夏国朝廷才能满足的 我可满足不了 哎 娘娘 您跟我们开玩笑来吧 你既然满足不了还谈什么 不仅我满足不了你们 恐怕华夏国也不会满足 因为放熏对帝库根本不重要 你们难道没听说吗 我获罪于帝库 放熏受到牵连 现在 爵位 被取消了 人 被放逐到 一旗部 帝库已经不要他的儿子了 也就是说 即使你们把放熏还给我 他也回不了博都 只能到一旗部 我为了放熏 又得罪了帝库 私自离开博都犯下大罪 现在帝库已然传令 要我回都领罪 哼 我现在为了儿子 硬扛着 跟你们谈判 你们想想 这些条件我满足不了 朝廷根本不在意放熏 不可能满足你们 土星听这话突然面露猙獰 如果满足不了 那就不要怪我们下毒手了 庆都苦笑了一下 如果你真这么做 我也没办法 谁让我们娘俩这么命苦呢 但是 儿子死了 我这做娘的 绝不会独活 谁害死我的儿子 我会和他拼个玉石巨坟 清都 你说这话 吓不住我脉 凭你们一七 尘封二部 打我们幽州城 嘿嘿 难点吧 土星 你给我听好了 我说的是玉石巨坟 不是要战胜你们 我杀一个狗本 杀两个 我正一个 直到我一旗 尘封两部 所有的战士 全部战死 到时候 能杀你们多少 就杀多少 杀不完 也只得认命了 嘶 这个 土星被庆都这 毫无情感的话 简直有点 不寒而栗 庆都 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呀 放寻是我儿子 我在乎他 只要我能答应那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你 你别指望帝库 他不会答应的 依长如在旁边帮枪 只要我一旗步 能答应那条件 我可以接受 土星想了想 我没考虑这个事 最近是探子回报了 好像地库跟庆都 两人闹翻了 庆都私自逃出都城 地库正掩旨捉拿 对 使臣回来也这么说的 现在博都议论纷纷 说他们夫妻俩 反目成仇 另外确实地库 对放寻一般 地库喜欢四飞长仪 爱乌吉乌 他喜欢儿子是直 是啊 放寻对他来说 可有可无 对这样的儿子 他能做出 油损国体的事吗 看来放寻 是炸不出油 炸不出油 得怎么办呢 嗯 我炸一炸庆都的油 不能白留这个孩子 好 庆都 你是痛快人 我也说个痛快话 老的三个条件 咱们换一换 我再提三条 如果你能答应 孩子 我还给你 好 请讲 第一条 杀老匹夫女丑 肯定办不到 因为她是你师父 叫她多活两天 第二条 交出尘封战车图示 给我们 这条能办得到 因为图示就在你手 第三条不便 交出金银珠宝的赎金 对你们来说 一旗部尘封部 可能太多了 你们可以分批交 每年交一点 最后一条 就是你们一旗尘封二部 以及这些年 你们组建的 所谓的什么 北方部落联盟 需要跟我们 共公盟事 承认我们共公 是北方部落的盟主